轻视解脱消音针由哪个八个穴组成呢 很简单 大家看 中晚 下晚 两个穴 那么中晚下午分在哪呢 一半的一半 这是下午分 那么同样的距离 中晚下午分 下晚下午分 几个穴了 还有四个 这四个穴怎么找呢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双上风湿点 双上风湿点下一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我们不能说 我们把针都扎上去 双上风湿点都扎上去 风湿外点 再配它这个 这就显得麻烦了 我们有一种技术教给大家 我们比如这 是肚子 边缘 这个六寸给它开在这 那么我们现在分一半 大家看 分一半 OK 这一半 那么是几寸呢 三寸 风湿点 大家想一想 天书 华尔门 旁开五分 上五分 那么它距离中心线 几寸 没错 两寸半 那么现在我们一找到三寸的卡车了 那么在这比如说三寸 一半是三寸 那么我们在这 它双上风湿点 大家看个小图 双上风湿点 上风湿点跟下晚下五分 是不是平一线 跟下晚下五分 是不是一条线 是 是吧 那么就好说了 大家看 在这个当中 我们分成三等份 那么两寸半就在这 我们画图画的习惯了 下晚下五分找的也精准了 一条直线在肚皮上 不会歪的 你当然不能高了低了的 那么咱们在这就出来了 双上风湿点 但是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双上风湿点下一分 这是双上风湿点 几个穴了 六穴 大家记住 我们在扎针当中 一分是多宽呢 是这么宽 看到没有 真正的一分 可不是让你们随随意义的 有人随随便便的到这里来了 到这里 你那叫胡扯 一分就是一分 大家回答小图 看一个问题 你们回答我个问题 对的小图说 上风湿下一分是什么地方呢 看看 对 是咱们真正人身体当中的启齿穴呀 这又一次展示了我们对应区当中的 在论的一点 启齿 启齿就是清热解读的 在身体当中脱敏 清热 在这我们又利用了它 在韵脉当中 中碗下碗清新解热 它有它自己自然的作用 下碗下午分 这在咱们身体当中整个一个韵脉线控制住 双上风湿脸和下风湿脸下一分 这相当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血液 在这都能行 那么顾名思义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在这下风湿脸下风湿脸下脸 那么它是什么形状呢 是这样的 大家记住 在这个形状当中 那么咱们作为 这个朱三里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 你扎它就是了 照样跟朱三里一样 你想想扎哪都能管事 我们按正规穴位条件 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用咱们正规穴位 比如给人扎咱们怕疼了 那么我们就在对应区当中 去找正规穴位照样管事 所以现在我们的上风湿脸下一分 就代表着取磁 它所以就有取磁的清热解毒的作用 但是谁去想到呢 我们想到 清热解毒宣言针 由这八针组成 大家记住 你们想一想 一个小姑娘 九个月 她能不治吗 别说九个月 就咱们在座的 所有的不管你们接过婚 没有是没接过婚的也好 脸上如果烂成那个样子 你们急不急呀 但是西医怎么治呢 点滴呀 输液呀 顶个屁呀顶 在咱们这儿 仅此一项清热解毒宣言针为主导体 再加上什么四马穴 耳背放血 什么河谷面 门口说配上一些相关的穴位 或者四正位加上这个内的 OK 咱们清热解毒宣言针作为主导体 OK 多厉害 大家记住 我们再说 对象区当中 我们有无求无尽的变化 而且在这个当中 不是一般的 第三个 强烈脑固血针 六针组成